猴子吹着口哨接过工资 又到了能开心喝汽水的日子 他熟练地向贩卖机投入硬币 紧接着疯狂拍打 心心念念的饮料 他在演示什么叫猴姐 老板因为这只猴子 换了三块玻璃 这一块是防弹的 饮料终于掉了下来 猴子却是去拿找补铃钱 这是一只柴米猴 自己身上没有口袋 他让老板代为保管 小猴欢天喜地拿出饮料 这第一口 要先孝敬自己的衣食妇女 老板笑呵呵帮着扭松瓶盖 孝敬就免了 你小子慢用 小猴也就是跟老板客气一下 他扭开瓶盖 好饮一口 这滋味不比当年大王 带回花果山的穷江玉叶茶 你要问这猴子打什么工赚钱 他帮老板看鸟 老板的鸟很大 鸟毛很多 小猴子每天负责 给老板的鸟如毛 鸟儿想出来透透气 小猴子会去开门 他先爬上墙 然后跳到门锁上 抱着门锁开始念密码 门就这么打开了 鸟儿饿了 小猴子还要给他准备吃的 大盆的特制奶粉 小猴忍不住先尝了一口 嗯 古法炮制的高级货 高端的食材 需要配上精致的餐具 猴子掏出老板 珍藏的吸管和银勺 当然还少不了祖传的餐盘 由于喂鸟技术不过硬 上次用管子 把鸟叉的纸上半条命 老板不敢捞猴大驾 小猴自知理亏 乖乖在一旁待命 时不时帮着老板 录一下心爱的鸟毛 安抚鸟儿 懂事能干的猴儿谁不爱 只可惜大部分猴子 把聪明用错了地方 小猴儿有个不成器的大哥 小小年纪就加入了当地社团